女人沙龙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猫全心里 欢迎大家来到女人沙龙 今天的女人沙龙 要为大家谈一件很严肃的议题 我们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朋友 我以前都叫她师娘 因为她从事的行业非常非常的特别 欢迎鼎恩礼仪公司的吕谷萍 哈喽 欣宇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吕谷萍 对 谷萍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她其实也真的非常的年轻 但是她其实是一家礼仪公司的负责人 然后要礼仪公司其实都是药兵葬业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那时候谷萍的故事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 有怎么讲 好奇 然后想要邀请谷萍来聊一聊 因为谷萍小时候 爸爸就是做传统殡葬业 然后是做 那时候是土葬 所以她 你是一个在棺木附近玩耍长大的小孩 以前那个时代是土葬居多的时代 火葬没有像现在盛行率这么高 然后以前小时候 爸爸是看 以前的名称叫做葬仪色 现在叫做葬仪色 对对对对 然后我还记得以前就是 我们的那个公司啊就是 是像长条形的那个住宅嘛 那种店面 然后那棺木就这样一句一句的就这样立在墙边 两边的墙边 然后小时候爸爸在忙的时候 然后就把我们带去公司啊 我们就在那边写作业啊 然后是在玩啊跑跳 然后爸爸都还会在那边跟我玩 因为小时候好像不够高 他就会这样我站着 然后就这样两只手把我的头这样拔起来 就会跟我玩拔萝卜游戏说 这样会不会长高一点这样子 所以我小时候都是在那个棺木旁边这样子 跑啊跑啊跳啊跳的 那你都不会害怕哦? 也还好不会 只是有时候大人会告诫啊 会说 诶你不要再这样跑来跑去 不要去撞到 昨天晚上啊 雇公司的那个北北说啊 有听到棺木 扣扣扣的声音 所以今天会有人要来买棺木 他们吓你的吧 还是真的就有人会来买 他们的说法是说 只要晚上听到这个声音 通常隔天都会乘叫 我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真的有什么明明之中的力量 那他们是说 是王者自己来选棺木 可是因为 可是因为那个 如果你们都下班了 或者是那个阿伯也没在干嘛 怎么会出现CocoCoco的事 那个伯伯住工厂 对啊 他就在公司后面 他一定没事会自己去翘 应该是他真的听到那个Coco 对他就是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就会这样子跟我说 然后所以 我也不知道 我其实也不可考 因为我爸爸前年也走了 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去问他说 我自己也没有问他说 你们到底是下文 还是真的是真的 可是他们一直 我记得他们跟我说 就是 有听到这个声音 就是王者自己来选棺木 隔天就一定会成交 王者来选棺木 对 所以隔天会成交 还蛮酷的 对对 总是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啊 嗯 可能是啦 对 那你的 同学会觉得 你们家很奇怪或什么的吗 我没有印象 因为小时候那段时间其实已经也模糊了啦 可是我没有印象说有同学觉得我很特别或是什么之类的 包含我现在啊 我现在自己在这个产业里面 我女儿也没有在这一块受到很大的困扰啊 诶 你是不是说过你女儿甚至想要做跟你一样的工作 他怎么说啊 他跟我说 他说 妈咪 我以后想要去你们公司上班 然后我就说 你确定你知道妈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 那可能因为就是前年我爸爸往生的时候 他有问我说爷爷怎么了 外公爷爷怎么了 我就有告诉他说 外公爷爷去当天使了 然后所以他就回答我说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就是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要去当天使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他们 哦 好甜蜜 可是 虽然你现在你从小在这环境长大 然后你自己现在就理理公司负责人 可是帮亲人 像爸爸 是你帮他 送行 对帮他送行 帮亲人送行的心情是什么 帮亲人送行的心情会特别沉重 然后也特别难消化 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进安宁病房的时候 安宁病房有社工 他会来就是说协助家属跟病患本身 那时候社工他就有先问我们说 如果说后世这一块我们有没有什么规划跟安排 那我当下我就跟他说我自己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所以我自己会处理 然后那时候他就给了我一句话 他说 你像女兼业者 你觉得你承受得来吗 那我那时候没有很理解他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消化他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然后等到这件事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才发现其实是有一点 非常吃力跟消化不来 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在爱上的情绪当中 可是我又要处理这么多的事情 要面对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手头上的工作 手上也还有案子在执行 所以其实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 有点人生难以复合的时候 那段时间我记得一个月内网上掉了三公斤吧 最难以面对的是什么呢 最难以面对就是说 我在执行每一个决策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情说来比较长就是说 到底这个就是他往生的人 我爸爸那时候快要走了 那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们对他病情是有隐瞒的 他是癌症吗 对癌症 对 那但是我们没有把他的病情 这么不乐观的状况让他知道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心里有没有数 可是其实有一度啦 我们家三姐弟 然后我其实很想跟他说 我想问他说 你希望你最后人生最后这段路 我要怎么帮你送行 就是比如说你希望怎么安葬 然后放在哪里 你要用什么仪式 然后等等之类的很多的那个 可是因为我们对他的病情隐瞒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问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没有跟你爸爸讨论 没有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父女联系 就是我爸爸在最后一次进医院的那时候 的前几天 然后他已经其实不能走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家里聚会 然后他就要求我弟弟跟我姐夫 就是把他扛到那个祖先牌位前面 他说他想要拜拜 然后他就在我耳边跟我说 我要做诵经的仪式 他好像好像已经知道 他就说 然后我要造道教的做法 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这句话给了我后来很大的一个力量是 至少我有这个脉络可以去遵循 因为不然其实我们家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我奶奶是基督教徒 可是我们家却是有祖先牌位有拜拜 因为我奶奶其实他虽然是基督教徒 但是他有拜我爷爷 然后我爸爸其实平常 他虽然是有在寺庙宫庙拜拜 但是他并没有是这么虔诚的宗教信仰 我最后道教徒 对对对 可是他这个交代这句话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依序 在我处理的上面就多了很多力量 然后也减薪了我很多的猜测 我还蛮意外 比如说你们从事这样的行业 其实因为大家都说你最好是自己把自己想要的形式讲好 对 或者是要跟家人 我是很无聊的人 我一天早上都在跟我家人沟通 真的 我都已经交代我妈也交代完了 对我们的方法就是 塑炸 然后就 然后也不用念经也不用干嘛 就是大家简单 对 可是你们却没有讨论 就是没有办法讨论这些事情 身后是很困难 对 那时候没有跟爸爸讨论到 可是其实 姐弟是不是今天我们有共识啦 因为以现在来讲就是 大家都是火葬进塔嘛 所以这个后面的那个葬法 毕竟就是不用去讨论的这一块 那我知道以爸爸的个性来讲 他比较保守 比较守旧 他应该也不会接受宿葬 或是执葬 环保葬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就是只有那个仪式的部分 对 所以其实 我觉得身后事是一件非常困难 严肃 然后又困难 又悲伤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邀请古平来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就是在利益 身后利益这些事情上 我觉得最难处理的 其实是家属的悲伤 因为亡者意义 但是家属该怎么办这样 非常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古平来 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会 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他跟他父亲的一些互动这样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